政府罕见强制去过14间跳舞场所的人 星期二前接受检测 又会为确想新冠肺炎的市民提供一次过5000元津贴 政府说考虑到部分市民担心接受检测确诊之后会影响生计 政府将会为本地感染确诊的市民提供一笔过港币5000元津贴 希望鼓励他出来检测 不希望他因为可能是生计的问题 也可能是怕如果是检测确诊之后 他会首庭口庭 一般他检测之后确诊了 如果他又有需要就会有这个检测 卢福局会公布他的细节 在他公布细节之后发生的情况 一般来说才会生效 另外政府首次引用强制检测规例 强制曾经在11月1日至11月21日 度过14间指定跳舞场所人士 需要在星期二或之前接受新冠病毒检测 任何人士就强制检测安排有疑问 可以致电热线查询 热线由即日起上午9点去到下午6点运作 受检人士有4个检测途径 包括4间社区检测中心 卫生署认可的私营化验所 医管局47间指定普通科门诊诊所 令心猴脱液测试样本收集包 或者是所有普通科门诊或者急诊室 受检人士必须在27日或之前以电话 传真或者是电邮向政府提交检测报告 政府说不遵从强制检测令即属违法 可被罚款25000元和监禁6个月 食物及卫生局发言人说 本地疫情急促恶化 必须果断行动 尽快截断病毒传播链 强制有关人士立即接受检测 以免延误诊断 无线电视记者李慧宜报道